基辅民众拍到飞带来袭 直接击中前方箭竹 还有西部城市瑞夫尼 一出发电厂也遭到轰炸 火势之大消防奋力突救 乌克兰全国各地22号 又受到俄军猛烈攻击 俄军最新一波狂轰猛炸 目标大多锁定乌克兰西部电力设施 CNN指出 全国已经大约有四成的能源设施 受损或者被毁掉 目的只是让乌克兰人 没办法过冬 目前全乌克兰已经有十个州 正在实施限电 超过150万个乌克兰家庭 面临停电危机 现在冬天来了 民众光想就觉得可怕 美电到了晚上 城市一片乌漆漠黑 尽管基辅有餐厅反向操作 让客人吃上一顿浪漫主观晚餐 但事实上在俄国的滥炸之下 全乌国不少地方连食物和水都短缺 民间就有人自发送午餐给需要的民众 乌克兰民间处处有温暖军队极力保卫国家 官方表示乌军拦截了18枚飞弹 但总统泽鲁斯基持续向国际球员 尽管不少军备陆续送达 专家分析俄国发射不同飞弹 每一种都需要不同防空系统 临冬将至 乌克兰将面对更多挑战 TVBS新闻做不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